好 今天呢 我们来正式进入异常心理学的学习 在前面的引言介绍中 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异常心理学或者说变态心理学 并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个定义 但是我们在引言中 确实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些 他所要研究的内容 今天呢 再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异常心理学 它主要以研究心理障碍作为它的目的 也就是说它研究的对象是心理障碍 那么它主要研究心理障碍哪些方面呢 首先就是描述心理障碍 这种描述其实就体现在 我们前面不断强调的诊断分类这个方面 因为目前的心理障碍的诊断 也就仅仅是对症状的描述 第二 确定其起因 确定心理障碍的原因 这是我们之前引言里给大家介绍的 我们要知道 异常心理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也是那个名称叫病理心理学 它所包含的那个主要的含义 第三条呢 根据了解到的起因 去寻找治疗方法 那只有针对原因去治疗 我们说治本 治标不治本 我们常常这样说 所以一定要治本 本在哪里呢 就在原因那里 如果能够在第二条的方面 研究出来可靠的一些因素 当然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病因 去寻找可靠的治疗方法 然后在临床上呢 去实践评估 最终呢 可以根据前面所谈到的 诊断病因治疗方法的 当前的研究 去找到如何积极的预防 这样的一个策略 所以我们归纳起来 变态心理学最主要的是要研究 这么四个方面 那么变态心理学呢 其实常常是在这个临床上 被很多的临床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关注的 那在临床上呢 有些医生会做相关的研究 而有些医生不去不太去做研究 所以说 其实在这个整个的临床实践中 我们可以说 医生可以承担很多种角色 首先 以临床实践为主的医生 本身就是 目前科学研究 也就是说 变态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消费者 就是这里我们所说到的第一条 Consumer of Science 这是在变态心理学研究了病因 并且呢 对治疗方法有所建议的情况下 那可以在临床上得到很多医生的实践的证实 此外呢 临床的实践中呢 也是对目前所寻找到的一些研究方法的效果 评估的很好的过程 可以是个案的评估 也可以是通过项目 通过统计方法 系统的进行 随机对照实验 这样的一个评估 并且呢 临床医生啊 可以同时是这个研究者 所以呢 不仅是在研究的时候 去评估已有的治疗方案 它的有效性 还可能是最后说的这一种 Creator of Science 也就是他可能在临床上通过自己的一些临床经验的积累 创新性的找到一些新的研究方法 治疗方案 然后在临床上去进行相关的研究 所以其实变态心理学所研究的所有的内容 无论是在为临床服务方面也好 还是说在临床医生这个群体中 应用变态心理学的内容也好 它和临床心理学其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由此呢 大家可以更加深入的理解这两门课之间的一个联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